网路设定 在Unity里面 我们要看网路的资讯 你只要往右上方看 看到这个图示上面 点一下滑鼠左键 选择连线资讯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现在 网路设定的一些资料 包括网路卡的名称 Mac 驱动程式 速度 然后IP 路由等等设定 IPv6也在这里 如果你要做一些设定 在一样点滑鼠左键 然后选择 编辑连线 这里你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点你的有线网路 选择编辑 那你这边可以做不同的设定 有线网路这边是你的网卡 然后 这边是802.1X的防护 IPv4目前我们是自动 那你也可以选择 手动 或者是分享给其他电脑 那我们一般我们比较常用的是 你需要设固定IP就选择手动 那选择加入 那选择加入 这边输入相关的资料 这样就可以完成设定固定IP的方法 一般我们还是选自动 IPv6的设定在这里 做完就设定储存就可以 那这个是 网路连线 那如果你要中断网路连线呢 一样点这里 把启用网路关掉 这时候它就会停 那你也可以把它 启用网路打勾 它又重新连线 如果你对你的 网路想 我这个网卡 我要重新再让它抓一次IP 一样可以选择断线之后 一页再启用 那你也可以直接点它两下 它会重新再连一次 它会告诉你连线成功 这次网路的设定 还算容易 蛮容易处理的 那至于VPN的连线 你有需要设 也可以设定 简单来说 那你要找网路设定 算相当容易 往右上方找 找到网路的图示 然后按编辑连线 各种的设定都在这里 那如果 你要加入其他的连线 也都可以 这一张网路 我们家里走ADSL连线 这个 还是走 YMES 这个所谓的4G 还有 桥接器 行动宽屏 Mobile的 你有3.5G的网卡 也都可以支援 所以它支援的网卡 网路连线方式相当的多元 也都支援到全部了 所以怎么处理 再看一下 这边是我们的有线网路 如果你要是ADSL 再选择这里 加入 选择 DSL 假设我们按一个建立 你看这边就是DSL连线 使用者的帐密 输入给它 服务你可以简单打就好 最主要是帐号密码 怕打错这边可以显示密码 这是DSL 其他的部分 这个倒不用太设定 ADSL设定是在这里 那如果你是要做3.5G 这个是所谓的4G的 WiFi如果你有 那个无线网卡 一样可以做设定 然后行动宽屏 Mobile的建立 他这边就会自动帮你选择 你自己的网卡 他支援的部分 就直接会选择出来 然后就直接可以连线 所以在网路的支援上 他设定算相当容易 也很容易找到 不会像一些系统 他可能藏的很里面 那网路的设定 对现在的人来说相当重要 现在电脑没有网路 等于差不多 几乎是这台电脑 能有的用处就不太多了